杜兰特可谓是当今联盟进攻火力最强的球员之一 而且已经荣誉满身 就是这样的球员 当年在选秀大会上却只能屈居为榜眼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让杜兰特排第二 这不得不说起奥登大帝的故事 让我们将时间线拉回2007年 手握状元谦的开拓者队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奥登 即使奥登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病 况且后面还有像杜兰特这样的 同样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可攻选择 可是开拓者还是不假思索地给了奥登机会 即使这样在当时没人觉得开拓者的选择有一点错误 甚至如今的球队高层回看那届选秀时 也会说就算再选100次 奥登依然会是状元 所以进入联盟前的奥登究竟有多恐怖呢 奥登有着2米16的身高 2米24的臂展 更恐怖的是他的动态天赋 比巅峰霍华德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难得一见 拥有顶级天赋的内线球员 是速度更快的奥尼尔 大学期间即使右手有伤未痊愈 奥登在总决赛用一只手就打爆了 当时由霍福德和诺阿镇手的佛罗里达进去 就这样奥登声明确起 有了大地的外号 但是进入NBA之后的奥登 做了一次又一次膝盖手术 对于内线来说 膝盖的伤势是致命 奥登就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 璀璨却短暂 仅仅两年之后 奥登就被NBA淘汰掉了 甚至还来过CBA淘金 那么大家觉得 要是健康的奥登和罗伊相遇 会达到什么成就呢